这说明性价比很高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今天我们上手把玩一下全新的欧米加北京2022特别复刻版万表 需要说的是 这是经过我们小编的努力 我们很可能是全网最先把玩的 这款表有两个特殊含义 第一个是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拿出预算买表的人 一定是瞄准了正确的方向坚定前行的人 而且这些人还是挣了大钱的 买个金表纪念一下这个时代 第二个含义是 当下运动款火爆 欧米加的海马和超把 尤其是史努比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但是我们也预测 随着市场非理性扑向品牌标志性的表款 品牌的核心价值有机会展现在消费者面前 而品牌价值的核心是包括 对正装表诠释的 比如复杂功能 硅金属 还有机器心厚度的控制等等 运动表走红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 而随便一个大牌都是百年以上 那么在运动表诞生之前 肯定是正装表承载着各个品牌浓厚的历史和技术文化 所以借运动表的火爆 品牌的文化再次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欧米加来说 也就是我们可不光有海马和超把哦 30年代我们就很火了哦 我相信欧米加的铁粉对30T2应该不陌生 上世纪30年代 欧米加就推出了著名的30T2机芯 这款机芯以精准和坚固耐用著称 后续的30T2RG 30T2S1RG 在多项天文台竞赛中夺亏 为什么叫30呢 因为这款机芯的直径是30毫米 这在当时算是够大的了 1974年诞生的瓦勒猪7750马表机芯才30毫米 所以啊30年代30毫米的30T2 这个让数字30亮了 所以我说对喜欢幸运数字30或者带3的 这是个幸运服 北京2022特别复刻版 以独特的复古风格致敬欧米加第30次 担任奥运会正式计时的荣耀时刻 每款外表都设有独立的编号 极具收藏价值啊 这里又一个30 第三十次担任奥运会正式计时 但这还没完 接着看啊 咱们欣赏一下这个颜值啊 表壳直径是39毫米 这表壳是欧米加自己的赛德纳金做的 这表盘是白色法郎表盘 蓝色指针 色调明快经典 说到法郎表盘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啊 这个表盘是采用大明火法郎 而且是双层结构 形成一种下沉式效果 法郎表盘的优点是色泽温润恒久不变 但供应难度大 温度控制啊 成品率啊 都是问题啊 双层表盘的工时成本也高 涂料表盘当然可以直接成型了 而大明火法郎必须分两次烧 然后组装 镜片是弧形蓝宝石镜片 这儿还有一小台 而这种弧形蓝宝石镜片的 制造难度比平的要高一点啊 另外呢 它主要的优点是让这个表显得更薄一些 这表背是浮雕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灰 捐刻有numbered editio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表我们是编了号的 这表表上同时还有一个 coaxial master chronometer 也就是制针天文台的标志啊 还有就是OT859 这OT859是什么呢 这是欧米加历史表款上常用的编号 OT特质表壳采用玫瑰色18K金 而859则是表壳的壳形 表冠浮雕也是复古风格的欧米加标志 我们再看看机型结构和做工啊 全新外表内部搭载欧米加8927制针天文台 手动商量机芯 著名的METAS认证 这是业界最新标准了啊 前面说幸运数字30的时候 本来我还想给大家多凑一个30 比如这30T2机芯的洞储会不会是30小时啊 但是很遗憾 当年30T2机芯的洞储就已经远远超过了30小时 这就不说了啊 咱们看看表吧 外表读发的词评结果 得分是36 而同价位平均分是29.5 比值远大于1 这说明性价比很高 下面我们上手把玩一下 还是那句话啊 记得一键三连关注我们的频道 先说一点啊 这款机芯是手动上悬的 这当然是为了超薄的需要了 除此之外呢 这就好比汽车的车门 高端车型特别讲究关门的声音 我记得我以前开标志505 搭我车的朋友下车以后 那关门在那声啊 把车楼子站在山响 我心说你真拿我的车当豪车呀 话说现在的豪车 如果不是自吸车门啊 都得讲究关门的感觉 手动机芯提供了一种类似的感觉 这上手感觉啊 应该是经过精心调试的 这个表的尺寸是39毫米啊 可以说是万能的正装表尺寸 复古风格的表盘还有这壳形啊 这整个是一个传奇的30T2在线啊 话说二战期间 盟军跟欧米加订购了11万只手表 但其中只有3000只是配备了三菱机芯的 总之 欧米加2022特别复刻版腕表 将品牌经典复古的设计和先锋前沿技术融合 有底蕴有远见 致敬北京2022冬奥会 这也是欧米加古董30T2 与最新科技最新标准的结合 绅士运动 品味着张 举止瞬间提升啊 欧米加北京2022特别复刻版的上手 就先说到这啊 你们喜欢什么 你们不喜欢什么 都欢迎告诉我们 所以一键三连 踊跃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